我們來看一看最新的統計 中這全國二十七萬 這個公務人員裡面 今年有兩千多人 申請這個劉淇添新 其中有將近七千 是來申請到這個 幼兒的育嬰獎 尤其今年剛好是六年 高級說這個 生肩比例應改的提款 申請人可能會更增加 這公務員的 長小姐 目前有心 七個月 因為生產完之後 想要自己養人 他又不放心 跟孩子交給保母照顧 所以三樓帕算心情有應付 我就是朝著保母這邊去找 可是保母的話 如果說我找來找去 再加上找來找去 都找不到適合的話 我可能就會自己 自己帶 家中小姐相關 想要在 兩年是小孩的公務員沒救 九一台北市政府 社會叫來講 外港台有一千四百人 最近一年就76的 公司出席 是市府省有 越相關的叫出單位 去年跟今年懷孕的 加起來總共 懷孕跟生產總共有76個人 然後已經生產28個 目前準備要生產有48個 將近50個 這個在各局處裡面算是最多的 除了生產總共有大學伴生 需要在家裡好好照顧小孩的人 也越來越多 根據全序部的統計 全國27萬公務員裡面 民國九十八年 新清六十康新人數 只有1,271人 不過到九年 一拜到2,227人 增加1,000多人 其中五個小孩 聽這個關鍵六十八 如生產總共有三百 而且今年剛好是零年 五個省有率會再提款 由英劉淇挺身者 也蠻蠻蠻蠻增加 記者總共報道 給我一段時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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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